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曾说过,对于一个人的评价,不可视其财富身份,更不可视其学问高下,而是要看其真实的品德。一个人生气时或独自消化不殃及无辜,或如野兽般肆意咆哮,也反映出一个人或好或坏的品德。 与世春秋中总结了八观六焰的识人方法,其中六焰之一便是怒以焰其结。 意思是故意激怒对方,观察反应,来判断对方的人品如何。 对方是冲动易怒,立刻破口大骂,还是沉着冷静,控制自己的怒气? 是耿耿于怀,记恨在心,还是看淡得失,既往不救? 是喜欢迁怒于人,还是能够自查内心? 所以,想知道一个人的教养和层次,看他生气时的样子就可以了。 一个懂得控制情绪的人,一定是懂得体谅他人,懂得坦然处事,也才是教养和修为的体现。 生气,最能看清一个人的教养。 一位知乎网友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。 我有个朋友,他平常脾气特别好,人也很善良,没想到,一年时间,咱俩友情的小船就翻了。 事情是这样的,两个人同时应聘一家公司,又因为年龄相仿,脾气相投,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好朋友。 平时工作中,两个人也总是互相帮助。 这位网友也把他当成知己、智友,更是情如亲姐妹的人。 可是,公司年底评选年度先进新人,网友受到了公司荣誉表彰,而朋友却没得到。 没想到,平时看起来温顺平和的人,竟然对他一脸不屑。 在那之后,有一次因为他工作疏忽,导致数据填报错误, 朋友竟然在公司所有人面前对他恶语相向。 孔子有言,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 没人愿意承受别人的坏情绪,那些心胸狭隘的人,只顾自己,不顾旁人,不能称之为有教养。 越有教养的人,才越懂得舒服待人。 杨将在《走在人生边上》写过这样一件事情。 那是钱钟书写《围城》期间,杨将的三姐联系他独自承担家务,太过操劳,就找了17岁的女孩阿菊过去帮忙。 本是好事儿,却没想到,因为阿菊之前从未做过家务,总是笨手笨脚,让杨将生了不少气。 一次晚餐,杨将刚坐到餐桌前,就听女儿阿元慌张地从厨房跑出来,大声喊道, 娘,不好了,不好了。 杨将飞奔到厨房,一看如面盆口宽的火柱子汹汹燃起,眼看就窜到了房顶。 杨将冲到院子里,拿起杨瓷罐往火源处一盖,火苗渐渐平息,全家人悬着的心,才平静下来。 事后才知道,原来阿菊为了省事,从洋油箱往洋油炉罐油时,没有插上漏斗, 结果溢出来的油遇到火苗,瞬间被点燃。 最后,厨房被烧黑了,菜也热糊了,足够让人生气又头疼。 可是,杨将一家人还是硬着头皮,把饭吃完了。 对于偷懒犯错的阿菊,杨将没有力声力气,而是耐心地告诉他下次应该怎么做。 杨将看到阿菊也被大伙吓到了,还让他早点回屋子休息。 有人说,不会生气的人是愚者,不生气的人才是真正的智者。 懂得消解情绪,时刻顾及他人的感受是教养,也是人品的体现。 爱生气是因为层次不够。 杨月生写过,头等人,有本事,没脾气。 二等人,有本事,有脾气。 莫等人,没本事,大脾气。 越是低层次的人,越是看什么都不顺眼,脾气暴躁。 在电影,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中,欧维就是一个总发脾气的人。 在邻居眼中,他是一个刻板又固执的老头,总是闲东闲西。 每天带着随时发飙的脾气,在社区里晃来晃去。 被邻居称为地狱来的恶灵。 他每天早上四处巡视,看到别人家的草坪修剪得不整齐,他要发脾气。 看到脚踏车没停进隔线,他要发脾气。 甚至,面对一只样子丑陋的流浪猫,他还是要发脾气。 似乎生活中没有什么事情是能够让他顺心的。 周围所有的人和事,无时无刻不再和他作对,惹他生气。 而他的生活中也从来没有发生什么正向的改变,反而是越来越糟。 达尔文曾写道, 人要是发脾气就等于在人类进步的阶梯上倒退了一步。 层次越低的人往往越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 他们只能通过坏情绪的发泄来表达自己的不满,最终成为令人生厌的人。 而越是高层次的人,越懂得宽厚待人。 诸葛亮去世后,三国时期的蜀国由蒋婉主持朝政。 他的属下有个叫杨夕的人,性格孤僻,不善言辞。 每次蒋婉与他说话,他都只是指印不达,在外人看起来有些复言了事,不尊重人。 有人看不惯,对蒋婉说,杨夕太不像话了,竟然敢对您如此怠慢。 本以为蒋婉会借此吐槽,却没想到蒋婉却只是坦然一笑,说道, 人嘛,都有各自的脾气秉性,让杨夕当面赞扬我,那不是他的本性。 他也知道,当着众人面说我的不好,也会让我没面子,所以他只好不作声了,这也是他可贵的地方。 这就是宰相肚里能称传的典故。 高层次的人即便生气,还能保持对人的基本礼貌,也懂得尊重不同人的处事方式,让人钦佩不已。 古语有言,客己赋礼为人。 说的是,一个人和的人,遇事从容,能理性地控制好自己的情绪,也与人为善,在交往中,懂得给周围人,以慰解。 山高为风,海纳百川。 越是高层次的人,越有宽阔的胸怀,包容事态万千。 活得通透的人,早就学会了不生气。 鬼骨子有言,欲横溺之来而不怒。 说的是,遇到不顺心的事,要不发怒,不埋怨。 很多时候,生气并不能解决问题,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,大抵是最愚蠢的行为。 看得过这样一个故事,一位老妇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生气。 一天,他来到庙里向高僧请教。 高僧听了他的讲述,把他领到一间禅房,把妇人锁在里面后,自己独自离开了。 妇人气得破口大骂,骂了很久,高僧一直晾着他不管。 后来,妇人渐渐沉默下来,这时,高僧来到门外,问道,你还生气吗? 妇人说,我为我自己生气,为什么要来这地方受罪? 高僧不语,拂袖而去。 又过了一会儿,高僧又来到门口询问,现在还生气吗? 妇人说,不生气了,气也没办法呀。 高僧将手中捧着的茶水倾洒于地,妇人瞬间明白,放下才是一个人面对不良情绪的最高境界。 生气见境界,学会不生气才是生活的智者。 北宋诗人林布有一句话,知足者贫贱易乐,不知足者富贵易忧。 一个懂得知足的人,一个内心强大的人,面对世事浮沉,懂得豁达处事,早就戒掉了情绪。 苏氏在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,后来被人救出,重获自由,让苏氏格外珍惜。 一句,一缩烟雨,任平生,将他豁达的人生态度,展现得淋漓尽致。 而,敬而达,也成为他的人生写照。 他常常与朋友们出游,浪游江上,巡访古寺,尽心打坐。 他还亲自耕种,并在山坡上盖起几节茅屋,算是自己的容身之所。 即便仕途不顺,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,用洒脱与矿达,成就自己的人生。 人生一世,草木一春,每个人都只有短短的一生,何不让自己活得通透洒脱呢? 学会接受,学会释然,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。 图格涅夫曾说过,凡事只要看得淡一些,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。 生活中我们很多人总是忍不住发脾气,可能是对别人过错的埋怨,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,又或许是对施亿人生的纸摘。 一个人从年轻气盛到收敛脾气,是年龄的沉淀,更是心智的成熟。 往后余生,愿你我都可以不困于心,不乱于情,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,做情绪和人生的掌控者,成就快一人生。 好了,今天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文章就到这里了,感谢你的守候。 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文章,欢迎在文章底部为我们点个赞看。 明天的同一时间,我们不见不散,各位晚安,好吗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